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路透社台外网9月22日点21日早些时候, 纽约时报披露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曾在2017年建议,对特朗普进行秘密录音,并与启动宪法第25修正案罢免特朗普,一发舆论巨大关注。 尽管罗森斯坦随后发表声明予以强烈否认,但这一爆料显然让特朗普相当愤怒, 这位美国总统当晚在一场竞选集会上就怒斥司法部有种挥之不去的恶臭,并发誓将会摆脱他。 大有料对司法部下狠手开刀的意思,综合CNN级路透社报道, 特朗普21日晚,在密苏里州的一场竞选集会上表示, 我们在司法部有一些不错的人,但是也有一些真正糟糕的家伙。 随后,特朗普进一步表示,你们看到了在FBI联邦调查局发生了什么, 那些糟糕的人全都离开了,但是那里司法部仍有种挥之不去的恶臭, 我们也将摆脱他,尽管特朗普并未在演讲中点出具体人名, 但这似乎与几个小时前有关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的猛料脱不了关系。 纽约时报,在当日早些时候报道,2017年5月, 特朗普将FBI前任局长科米解释后, 罗森斯坦曾在一次与FBI的会谈中建议对特朗普进行秘密录音, 以解释白宫的混乱,并启动宪法第二十五修正案, 解除特朗普职务,他还称自己可能说服在深思以及当时的国土安全部。 部长,现在的白宫幕僚长凯丽, 原理宪法第二十五条修正案, 根据美国宪法第二十五条修正案第四款, 副总统和大部分内阁成员可以宣布总统无法履行其职务的权利和职责, 如果国会参众两院三分之投票通过,可以让总统下台, 但这一过程极其复杂,难度比谈和罢免总统更大, 该条款通过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未被使用。 爆料一出,罗森斯坦随即发表声明,强烈否认有关事项, 声明表示,我不会对一个急于匿名消息、原的报道, 做出进一步评论。 这些匿名人士显然对司法部有偏见, 有自己的个人意图。 他还说,根据他与特朗普的个人交往来看, 根本没有理由去援引宪法第25条修正案。 不过,CNN却表示, 特朗普经常会同罗森斯坦发生争取。 不过,CNN却表示, 不过,CNN却表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